在上個月底新北市新店區 這名黃姓槍手開槍射殺了咖啡商之後 立刻大忌遣返到了廈門 那麼今天他被遣返回臺了 那麼殺手逃廈門之後 在今天剛剛就在六點三十一分 抵達臺灣 那麼看到畫面當中正中央 低著頭的就是這名兇嫌 旁邊的是刑事局的押解人員 那麼現在抵達臺灣之後 要先隔離也要進行徵訓 後續的案情持續來追 但是整個事件我們就來看 他萬萬沒想到 當時奴役算盤逃出臺灣之後到對岸 立刻被隔離了 那我們就看到圖表當中 我們來看關心的是 這個兇嫌十一月二十二號 當時是犯案之後一路變裝 是還把衣服牆給街友 要故意製造很多斷點 那麼六小時之後 搭上飛機一路逃到對岸 真的 算盤打得非常非常精細 但萬萬沒料到 自己變成瓮中憋忙 因為按照入境規定 在對岸必須強制隔離14天 所以他按照規定入到的事 看到是廈門的防禦旅館之後 根本早就被公安鎖定了 形同等著被抓 而就在兩岸看了情勢關係 非常低迷之際 原本外界認定 想要尋求過去兩岸 打擊犯罪協定的機制呢 要把他遣送回臺 是有高難度的 結果封回路卷 昨天看到的是 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表示說 兇嫌認罪了 基於打擊暴力犯罪 還維持兩岸交流秩序 同意前返回臺 所以今天執行了 那麼刑事局派員到 推往是廈門 採取的就是過去 看到是朱雪章的模式 全程事先穿著防護衣 隔離衣 那麼在廈門高崎 國際機場空橋 那麼當時就空橋交付 由對岸的公安 交付給我們嫌犯 那麼回臺之後 剛剛看到在6點31分 已經抵達到臺灣 那麼先要偵訊 再進行隔離 坐在飛機上 左右兩側都是刑警 他就是以行刑式槍擊 殺害咖啡豆商的黃姓槍手 犯案後潛逃廈門 流亡16天後 原本預計在8號下午返台 沒想到一波三折 警方從中午過後 就來到松山機場待命 但班機抵達時間一言再言 黃姓槍手原定從中國公安 交給刑事局警方後 就會搭乘立榮航空班機 在下午2點40分抵台 不過據了解 中方遲遲不放人 抵台時間不斷延後 從交涉到確定遣返 警方態度低調再低調 連搭哪架班機都不證實 因為牽扯到兩岸議題相當敏感 偏偏這又是臺灣的重大刑案 黃姓槍手11月22號 開四強殺人後 隨機變裝逃往廈門 進入防疫旅館隔離 隔離期滿 8號遭到遣返 刑事局派員在空橋帶人 逃亡16天後總算落網 有需要啟動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司法互助協議的程序的話 我們會積極的來進行 黃姓槍手抵台後 還有諸多疑點帶警方離親 除了行凶動機外 中方又為何遲遲不讓凶嫌上機 外界都想知道真相 記得綜合報導 下班旅行 欺騙 下班旅應該 洒未必要 下班旅行 振特 全部 下班旅行